這個是Hyper Eye Gear Mountain 的背包 之前我有拍過我的 這一次買進來是不同型號 就跟人家進來拍一下 H&G呢 就是這個品牌的縮寫嘛 H&G它的背包大概可以分成 有健行用的 有冰雪環境用的 或是特別需要耐磨的時候用的背包 以我們在台灣用而到的 大概就是一般健行用 就很夠了 一般健行用的背包大概有四款 那其中的三款呢 我們現在看這個圖片 它其實它的區別只在於 它的前代的材質的不同 對 然後呢 另外也有黑色的 白色跟黑色就差在它的布料的 就是厚度不同 簡單來講是這個樣子 厚度不同 OK 那我們可以看到 根據它的型號的英文名字的不同 就是它的前代的材質不同的差異 然後它的型號裡面也有2400 3400 4400這些數字 那代表的就是它的這個背包的容量的不同 好 OK 那我用的呢 就像這一款 好 那這一款呢 它就是完全沒有錢袋 它的錢袋是要另外再買配件加上去的 對那這一款呢 在台灣我就覺得比較不推薦 因為有錢袋 畢竟還是比較方便一點 OK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好 我們先來看它的錢袋 它的錢袋 是三個獨立的空間 前面是一個大的空間 跟左右兩邊比較小 它的這個錢袋 它總共的容量是9.8公升 它這邊有做 有車折子 如果說沒有用到那麼大的話 就比較不會那麼浪 但如果需要用到的話 它就會被蹭開 對這個設計還不錯 OK 好 側邊的話呢 它有兩條 側邊的壓縮帶 對我們可以把背包 裝好之後再把它拉緊 可以讓我們整體來講 穩定性更夠 旁邊如果也要放比較長的東西 像帳篷的引柱之類的 也可以把它固定在裡面 好 這個正面這邊呢 有車上去四個像這個東西 它這個用處是呢 如果說我們有像這一種的 小零件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它固定在上面 然後我們就可以來外掛東西 我現在就把這個用上去 用上來就像這個樣子 它可以放鬆 也可以拉緊 也可以直接解開來 OK 那 它下面有一個冰斧板 如果說要用冰斧的話 就必須要用這一個東西 就像這樣子 然後再把上面這個扣起來 拉緊 好 這樣子的話呢 衣服就能夠固定在背包的正面了 好 如果說 下面的話再用起來 上下就有兩條 就可以用 碎墊 上面一條 下面一條 所以就可以固定在背包的正面 OK 好 好 那這個其實在官網上面有賣這個配件 對 不過 我看一下我就覺得蠻貴的 要將近台幣可能六百塊錢左右 那我們其實在台灣 這個公扣母扣跟這個織帶其實都很好買 我覺得自己DIY一下就可以了 好 好 那這個就是正面 我們來看一下背面 他的腰帶這邊 他有兩個 腰帶這邊有兩個口袋 然後 這邊這個是胸帶 胸帶上面呢 有哨子 OK 今天在這邊 都有一些 可以 外掛 可以掛勾環的地方 也有一個 橫的這個 橫的這一個 可以來 掛他們的 譬如說 尖杯 一個小的那種尖包 OK 他這邊有一個 水袋的出口 水管 可以從背包裡面 伸出來 就是我們有那種 有附很常吸管的那種水袋 他的開口是從這一邊 只有一邊有另外一邊沒有 他這個肩帶跟背包連接的地方 沒有一個 Loader Lift Loader Lift 就是 他可以把它拉緊 當我們背包上好之後 這樣可以更增加背包 背在背 身上的穩定性 然後他的背負系統呢 他的背面 上面這一邊 他是有一個 泡棉 他在兩邊這邊 也有那個 應該是鋁的材質吧 就是一個金屬材質的支架 那是可以摻下來 等一下我們看裡面來看看 我覺得我可以 從頭來把背包關起來給大家看一次 當我們東西都裝好了之後 他在背包的開口這邊 他是有魔鬼沾的 我們就先把他 黏起來 黏起來之後呢 把多餘的部分 像防水袋一樣 這樣子把它捲起來 OK 捲起來之後呢 他 這個時候有兩種固定的方式 第一種是從側邊 他這邊側邊這邊有一個 這個 光扣母扣 可以把它 扣起來 然後把它拉緊 另外一邊 也是一樣 這樣子扣起來 拉緊 然後 上面這個 我把一次寫 再把它 扣起來 拉緊 好 這是一個方法 另外一種方法呢 當我們 這個捲好之後呢 直接把它這一個 互相 扣起來 然後 剛剛 兩邊的這兩條 把它拉起來 然後 再把它 扣起來 拉緊 再把 Y字形 這樣子 扣起來 那這兩種方法 我覺得 差別就在於說 如果說我們要在背包的頂端 要外掛東西 用這個把它固定住的話 如果說這個東西很大 我們怕Y字形這個不夠力 那我們就可以再 用這種方式 來多一層固定 好 有這兩種固定的方式 我們來看一下 當它像壓縮起來 跟其他背包 不同容量的來比較 好 最左邊 它那個是4400 就是70公升 中間就是我們剛才看的 3400 然後它是55公升 這個是2400 是40公升 他們目前都把 我們剛剛延伸出來的部分 把它 全部把它收起來 也就是這個背包的長度 現在是可以收到最短的長度 以這三種容量 這三個不同容量的背包 看起來其實 沒有相差很多 所以說它的這個可以壓縮的空間 其實是很大的 底部這邊 它有個孔洞 OK 前代的底端這邊 兩側都有 總共有三個洞 如果下雨的話 水有可能 雨水有可能 從上面這邊進去嘛 就會水就是會希望能夠從這個洞流出來 我覺得應該是這個也有凸 這個就是它的內部 它有一個網狀的水袋倉 它這邊有一個水管的出口 OK 除此之外就沒有任何的口袋了 然後我們剛才說 它的有兩個金屬的支架 OK 就像這邊這邊有兩個 然後呢 如果不需要的話 可以把它拿出來 來減輕一點 重量 但是我覺得 如果買到HNG的背包 就 就不要再把它拿出來了 因為它的背負性 是它的這個背包的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很重要的賣點 它的背包不是最輕 但是也蠻輕的 同時背負性很好 那 這個就是裡面 這樣就看完了 延續剛剛講到一半了 這個背包它雖然 不是真的很輕 以這一款是Southwest 以3400 也就是說 是55公升 加上它的外帶的空間 是9.8公升 加起來差不多就是65公升 它這一款是白色的是900克左右 對 以輕量化的背包的級距來說 它不是最輕的 但是在跟一般的背包比起來 它的確也輕了將近 可能是五六百公克 對 以Grigory來講 它的 它的大背包 可能甚至到兩公斤 好 那不過呢 它就是在背負性跟重量 取得一個平衡 它的官方的 數據是 就是 以3400 來說 它可以 最大的背負 是18公斤 對 而我背的那個4400 最大的背負是27公斤 那我當初在四川的時候 的確也有背到將近 我想也是2526公斤 對於自己的背負能力 比較沒有信心 但是又希望背包比較輕的話 我就會推薦這一款 好 那這個就是 上市為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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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